由赵丽颖 林更新 窦霄 李庆 领先主演的电视剧《楚桥传》已经圆满结束了 这都大结局了 男主女主还没在一起呢 面对如此多的坑还没有甜丸 眼花 男主女主感情戏 加上后面部分的神剪辑 口径对不上的问题 编剧终于出来解释了 编剧杨涛说 剧本后期听取导演的要求 给一些配角加了戏 是因为分组拍摄的缘故 每个场景的租期都有限 每个组都必须要有进度 如果你的戏全部放在主角身上的话 主角那边会盲疯 而其他人没活干 剧情也丰富不起来 都是为了配合最后的统筹安排和呈现效果 为了让这部剧更好看 可是对此的解释 观众可并不买账 网川因为配角走后门 才专门改掉了之前流畅的剧情 留下很多配角的戏份呢 导演组应该也是为了全职的完整性考虑的 如果仅仅是因为配角的私人原因 就影响了整体的呈现效果 会得不偿失 后期临时更改剪辑 更是会来不及呢 因此编织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 只是最后的呈现确确实实 没有达到观众们的期望值 这都大结局了 还是满满的未完待续感 感谢观众可并不得了